现在我们来谈什么是数列的收敛 数列的数列 假设有一个数列 它的表达方法是用一个大瓜糊 AN N是从1到无限大 它是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大 或者是越来越小 假设我们会收敛到一个L 那么我们就记作 Limit N趋近无限大 这个A1N会等于L 现在我来解释一下 比较严谨一点的定义 现在的话 这AN代表的是一个数列 比如说从A1在这边 A2在这边 A3在这边 一直往上 那么这条线高度叫做L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怎么来定收敛到L的方法呢 我们就要回到了我们的最原始的技巧 叫做Epsilon 现在我们的话呢 给定了一个Epsilon 是一个正数 这个Epsilon一般来说都指的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要多小有多小没关系 就是定由各位同学自己定 那么如果说给定了一个Epsilon的话呢 必然存在一个大N 这个数字可能会很大 那也有可能很小 没有关系 只要是这个数字啊 N在这个地方的话 只要是AN 超过了这个大N之后 N的话呢 是比大N要来的大 怎么样呢 AN减掉L怎么样呢 它的距离一定会小于Epsilon 这是绝对值 指的是它的距离 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是L加上Epsilon 这是L减掉Epsilon 也就是说 从这个数列超过了N以后 无论如何 它后面都不会脱离这个带子 我们就称为这个极限是趋近于L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数列的收敛的正式的定义 我现在来介绍 数列的收敛的相关的定理 那这些定理的话呢 都可以由定义全部都证明得到 那这些定理的叙述 是让各位同学 对于未来的学习 会有很多需要用到的 比较有帮助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内容 这是两个不同的数列 假设AN跟BN都是收敛的数列 那么K假设是一个常数 好那现在第一件事 我们来看一下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常数还是等于常数 一点都没有关系 它跟N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二个 如果说这个极限 K乘上AN 意思就是每一个成员 它都乘了K倍 那么它这个极限 可以把这个K丢到前面去 是原来收敛的情况 那乘上K 这都是在收敛的情况 假设AN它没有收敛 当然这个等式是不能成立的 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是两个极数 两个数列 数列的加减 那么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做一个拆开的动作 如果这次都是在一个 两个各自收敛的情况之下 可以拆开 第四个 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这个条件很重要 这两个是相成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拆开来 变成两个相成 这都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收敛 万一其中有一个不收敛 我们是不可以拆开来的 因为它都 只要发散的话 这个等式都不能够成立 相除的时候 也要小心 这个假设是收敛的话 各自收敛 我们相除的也可以拉开来 重点是 这个当然是不可以为零 分母不为零 那么这是数列的收敛 那我们把这个相关的定理 介绍给各位同学 对于未来的学习的话 我们常常会用得到